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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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叫我去英國拿一張文憑 在英國我認為很艱難讀 又浪費錢 我爸說你不用回來 你學頭髮 我去學頭髮 學了頭髮 然後出來 我在世界有名學校讀頭髮 Vida Sassoon Vida Sassoon School最有名 就是Bob 剪Bob最有名 現在馬來西亞很少人會剪Bob 有不同的 不漂亮的 不像樣的 我看過了 不像樣的 曾經有新加坡最有名的 人們問我 叫我剪給你看 真的 新加坡在奧州開四間 在拍攝 拍攝 在拍攝 然後我問我 我問我什麼 Sany,你看 你說你從倫敦 你知道怎麼剪Bob嗎 我問我為什麼不 我從倫敦 Vida Sassoon School 我不是在拍攝 所以你為什麼不試試 他說 當然 我試試 我的基礎是從我爸那裡學回來的 然後我到英國就很方便很多 因為我有基礎 我幾年回來做一工在英國 我爸叫我回來開店 我回來做 做了一段時間 我又教了多少學生 然後我認為水準不夠再出國 出了十幾年 周圍走 然後我爸有了病 叫我回來 然後我爸叫我回來 跟他們參加做 做了一段時間 然後呢 那些工人又老了 我爸那些工人 各個腳都痛 期到幾十年 退休 由我頂上做 我撿回來做的時候 他們做到不可以做的時候 才輪到我做 就是三年前 導演中學 中靈冬月出來的時候 我爸叫我香港讀 AIRGRAFT ENGINEERING 然後我畢業了 在香港FLYING SCHOOL 在啟德機場裏面 畢業回來之後 我爸叫我去做工 跟HONGLANG SHIP I 北海 HONGLANG SHIP I 做工 做了一段時間 很辛苦 HONGLANG SHIP I 的workshop 是AIRCON 大船上的 引擎 你去拆一下 船上的地板都拆完之後 引擎在船底 熱頭曬到進來 拆引擎拆很久 整個都做粗工 我不受不了 接著拆完引擎 這回workshop 修整 好多回來進來 又鬥回飛船那裡 又是曬到整天 很教人做這工 所以我做了六個月左右 我不做了 我走了出去了 以前我剛才在英國回來的時候 在這麼大海 跟貴夫人做頭手 做頭髮做了三年 自己在樓下二樓 自己開兩間 Sanipun Hair Creation Sanipun的名字 以前是Winners Hair Dressing Saloon 因為現在我爸過身了 我放多一張我超牌 Sanipun Hair Sanipun Hair Dressing 我爸那裡的店 是1957年成立 Mindika Day 然後1960年 全體拍照在這間店 所以我有記錄在這裏 那一代我做小弟哥 樂文秀來到我這裏 整個五十年了 樂文秀 漢達廠老闆 由小弟哥看見我們 但每天我走出來都會見到我們 然後我爸周時有很多有錢人在這裏剪髮 整個檳城有一半有錢人的頭 都被我爸摸過 我爸的練習和學校的練習是不同的 我爸的手勢好些 到今天那些手勢 現在還用到 那些叫做撕頭髮 撕得很漂亮的 尤其是男性的頭髮 髮尾中要撕的 現在外面都沒有人會撕的 那時候沒有學到我爸這些功夫 我就學到 所以我們會撕得很漂亮的 剪完的頭髮很漂亮之後 還要撕的 整個頭髮 Bob Hester在英國 Wilassun是世界有名的 這個Bob是Wilassun發明的 很多學校都不會剪的 所以我現在很多人都不會剪的頭髮 而會剪都是剪的 好像中文學校 平平的 我們倫敦的是不同的 隔壁是不同的 所以我剛去到倫敦 倫敦發明了頭髮 我就學到這個Bob 好像Bob 好像Bob 那樣的 這裡上去 然後都放下去 這些就是倫敦的 剪Bob 多數上一年多剪的 年輕人都少了 有三十 有四十歲人錢 比較漂亮 那個時候都沒有人喜歡錢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馬來西亞落後都還沒流行 現在才流行 現在美國都流行Bob 現在Bob 所以適合我做 所以我以為我適合我做 他們慢到 所以給我 I can show my skills 你看看 非常好 所以我很肯定 做這個 我在倫敦學 是學製造的 看你適合哪種頭髮 我會給你什麼頭髮 我學製造的 我學製造的 就是我在倫敦 我做製造的 一樓 解製造的 解製造就是 那些人 頭髮沒有了 或者打肩膜 頭髮脫了 去買個假髮 去掉下去 掉下去是不漂亮的 為什麼不漂亮呢 你看到是假髮的 但是我剪製造 你看不出來是假髮 這個是我的技術 就是在倫敦學到這種 我還可以學到我爸的手工 以前的手工 剃鬚 洗耳 現在用電話多 耳朵有些問題 即是喇喇 你用得多便有油多 所以有癢 所以有癢 所以想一想 你要洗一下 讓你清潔 洗乾淨你的耳朵 如果你的耳朵 洗耳朵便貴了 百多元 這裡洗耳朵 二、三十元 而且我感覺 我洗更乾淨 為什麼呢 他們洗 放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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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乾淨 洗乾淨 垃圾水 放藥水 他們沒有棉花抹 我有棉花抹 不同 我賣了三十元 我不是醫生 所以收三十元 如果是醫生 收不到二元 緊的 鉗在裡面 大塊 用鉗快一點 棉花也慢一點 大塊 黏到裡面 要拔出來 我試過拔一個很大塊 真的 黑色的 我都害怕 要拔出來 你要懂得看 你要懂得看 耳朵裡面 可以碰 要懂得看 紅色的 不能碰 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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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懂得看 才是經驗 有沒有 有 這種有染 眼睛 頭髮也有染 染眼睛 多數是鬼妹喜歡染 鬼妹喜歡染 頭髮也染了眼睛 染眼睛 染眼睛 眼睛看得更大 我爸那裡是用磨刀 剃的 用磨刀 現在有S 所以比較乾淨 講衛生 所以每個人看都要用新的 所以現在 到我的時代 每個人都要用一把新的刀 做東西丟 乾淨一點 即使角度都不怕 新的 曾經有客人跟我說 三年 你搞我的頭髮 你剪我的頭髮 你剪我的頭髮 外面剪不到 我問你 你怎麼知道啊 我試過給別人剪 剪不到 所以 他 你剪到我 整晚 不睡得覺 我 我姓梁 是冰城人 我在這邊剪頭髮已經幾十年了 自從Sani的父親 1960多年的時候 我已經來這邊 給他父親剪頭髮 不過他父親也很精明 不必戴眼鏡 每次都跟我剪得很好 也是很專業的 後來 那他孩子 Sani啊 也是更 他更加專業 他去了外國 學了很多 所以我對美心啊 已經很久了 他除了剪頭髮啊 他還保護我的頭髮 他還是保留著那些應該留著的頭髮 所以我的頭髮啊 不會很快就虛少了 其實我們老年人啊 頭髮掉了 就很難再長出來 其實剪頭髮啊 是靠技術啊 它是比較古老的一間店 不是很 不能說是很先進啊 不過我喜歡這樣的環境 因為我們這種年齡啊 啊 都喜歡 復古 我最 我這間店就是 我 當我家這樣 這樣 為什麼 我對於 我在這裡出生的 我對於這間店 很有大感情 所以 因為對於這間店 很有感情 所以我每天都撿到很漂亮 很乾淨的店 看見我整得漂亮 讓人坐在那裡欣賞自己的仇人 那 到我做的時候 沒多久了 COVID-19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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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又可以面對現實的社會 都沒有辦法了 唯有 什麼事在做什麼 然後 市場是差一點 逼我們真的要做 我後代就沒有了 為什麼我一直都讀大學 每個人都不想做手工 但是如果我找到 有心學的人 我會教 他會傳 因為我知道 希望我死了 留著名字 我很尊重我老爸 因為我 今天就是傳靠我老爸 他領成三十千給我 英國學頭髮 那個時代不便宜了 三十千 我沒有後悔到 我做到90歲 不知道行不行 對我希望應該是沒有問題 照我看來 手工是沒有問題的 我很有自信 因為我知道 我剪了很多頭髮 外面剪不到 因為舊星 我認為舊星是最值錢的 所以 原味是比較好的 現在外面那些新的 全部 他們剪法 剪功 行不行 多數我看是不行 還未達到那個水準 東西是新 舊的 舊的 也是好的 如果舊的 學到好的 回來 更加好 就是我 乾淨 麒麗 Skill 又好 又回報 那就叫做好的Helstar 他們也可以 作為每個人的Helstar 都要看得到 看得到 好 然後 看得到很好的 好 感覺到 公眾 很不錯 所以 我認為 需要更加注意 所以我以为我技术是最好的 我以为自己是最好的 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信心 当然是说自己第一 谁都是 金刚 变成我对自己有信心做事 凡事都可以解决 看你是怎样解决 明里有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